大家好 我是顾言牟禅 CNN报道 蔡英文公开证实台湾有美军存在 美军帮助台军训练 这个传闻有几十年了 美军和台军存在军事交流 这在台湾媒体报道的历年台军军年里 也能看到一些影子 但在过去台湾当局领导人从来就是不承认的 美国方面也是避而不谈的 但如今蔡英文成为几十年来第一个承认 美军以训练为目的驻扎在台湾的人 我个人认为从地缘政治局势来讲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我们能不能简单理解 美国这是准备在台湾议题上 和我们中国大陆火车对撞打算要摊牌了呢 我们能不能简单理解蔡英文这是在作死呢 第一个问题 美国是不是在切箱厂在进行战略探底 拜登在前些天说美国要保护台湾 对此美国国务院又跟进表示 拜登没有宣布任何政策变化 蔡英文前脚对着CNN证实台湾有美军存在 后脚台防务部门又否认美军驻台 这像是在切箱厂 但不完全是 结合前段时间 美军军机三次在台湾降落去台湾的美国现任的政府官员 官员层级一次比一次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几天还说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系统 美英澳组成奥枯死联盟等等 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在推进新的对付中国的战略 我个人认为美国在围绕台湾议体组织新的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攻势 从政治方面来说 美国在把台湾议体国际化 布林肯和美国国务院说的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系统 以美国的作风来看 这不会只是说说而已 美国是真的会在联合国场合推动的 美国的目的也不是比投票 因为我没有安理会一票否决权 即便是在联合国大会比票数 美国打台湾牌也不可能取得三分之二的票 美国近期在联合国投票里经常都是极少数的一边 我认为美国真正的目的是要把台湾议题转变成意识形态问题 把台湾议题转变为自由民主 威瑟斯中国 在联合国逼欧洲国家逼美国盟友在中美间站队 用台湾议题对我们进行政治外交上的孤立 妄图将中美关系推向新冷战 在军事层面来说 美国为了摄入台湾议题准备好了代理人 除了武装台湾之外 美英澳组成了奥枯斯联盟 将核潜艇技术交给临近南海的澳大利亚 这打破了西太平洋 南海印度洋区域的军事安全现状 加上希望美国松开六股绳 实现军事正常化的日本 美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 从北边日本到中间的台湾岛 最后延伸到南边的澳大利亚 向中国大陆进行军事施压的连线 在中国大陆西南还有印度 这个二愣子随时可能较军 从经济层面来说 美国没有太好的办法 但美国可以捣乱 美国供应链危机必然会拖累全球 我们或许受到的影响不会特别大 但东盟一些国家 防止输入性通胀的能力就不行了 加上美国明目张胆搞核扩散 奥枯斯必然会给东盟一些国家很大的压力 同时也会分化东盟 这都会给东盟团结 东盟经济发展的前景蒙上意义 比方说对奥枯斯很反感的印尼 在未来如何团结 可能产生的亲美的新一届菲律宾政府呢 到时候恐怕南海又会出事情 所以就以上从政治军事经济层面来分析 我个人认为近期美国针对台湾议题的一些操作和表态 以及蔡英文承认台湾有美军存在 这应该是美国在推进新的对付中国的战略 围绕台湾议题组织新的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攻势 我个人认为美国真正的目的是想把中国周边描绘成 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的一个热区 对美国来说最好的局面是通过炒作台湾议题 来改变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现状 使得国际资本工业产业链能减少在中国 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投资 甚至是撤离中国 这与前一阶段中美关系变差的起因和过程是完全不同的 蔡英文公开证实台湾有美军存在 这是一个新的分水岭 这个新变化预示着第一点 蔡英文公开证实台湾有美军存在 实际上表明了台湾当局已经彻底沦为美国的棋子 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在快速减少 武力统一的迫切性在快速增加 第二点 随着美国围绕台湾议题的地缘政治战略的推进 两岸关系在快速恶化 统一台湾的成本在不断增加 第三点 台湾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我们崛起的负面因素 我们要重新思考统一时间表的必要性 蔡英文既然要作死 那我们就做好充分的准备 让他死 我们的媒体 政治学者和主流舆论都认为 我们统一过程中 美国军事介入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我有些不同的看法 我想我们还是应该要有底线思维 对统一过程还是要做好美国军事介入的准备 要做好应对最坏局面的打算 我还是那句话 台湾就是中美胜负手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